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來觀看 熱情週應付合併治療 這是一個患者 年輕橫牙醫六 這個患者小朋友才大概九歲到十歲左右 那他一開始來的時候 他蛀牙到牙水 還有牙齦下蛀牙 所以轉診的醫師他不知道該怎麼去處理 有關於根管治療 還有一些蛀牙的問題 那牙齦下蛀牙的時候 他通常最常合併是說 他根肩的話其實未完全形成 因為他只有九歲到十歲 雖然已經萌發兩到三年 我們可以看得到是說 他的小舊齒 第二大舊齒都還沒有生長出來 那這幾年由於MTA這種骨水泥的材料的問世 所以我們在做完根管治療之後 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個蓋化的根管的部分 或是根管已經通完之後 用這種MTA的材料做根間成型素 那這個牙根就可以持續的封閉跟成長 那好了之後我們碰到下一個問題 就是有關於是說這個蛀牙的問題 那我們就使用水雷射做一些骨頭 還有一些牙肉的切割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是說 這個地方切割完之後 其實沒有很明顯在流血 所以用雷射切割的話 同時可以做一個止血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也可以隱約看得到底下 有一個牙齒的部分 好 然後呢這個好的部分 大概等到四到六個禮拜 這個地方都長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做磁塊的修行 我們把這個底部的材料用酸石劑 酸石過 然後再填上流動樹脂 或是管狀樹脂 然後再做一個修行 那四個禮拜之後 我們隱約還是可以看得到 這個地方是有一個牙齒的地方 它準備慢慢開始長出來 那我們保留足夠的咬合空間 約兩個mm左右 那做一個像ENDOCROWN的一個設計 那這是一個照相比色 我們認為琳雅的顏色比較接近A3 那我們把請助理上的面弓 到咬合器上 ARTES咬合器 那我們在這個模型上去製作 咬合器的磁塊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ENDOCROWN 然後六是提供一個 未來一個穩定的咬合支撐 所以如果六能夠完整的保留下來 對於後續的咬合 其實是影響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那這是我們一個陶瓷的一個磁塊 那治療後 我們把這個磁塊黏著上去 那雖然隱約有一點點磁塊跟牙齒交接 不過其實不算是非常的明顯 那患者的家長的話 對這個結果其實感覺到還滿滿意 因為他們用很簡單的方法 就可以把牙齒保留下來 那磁塊黏著之後 我們再照X光 那盡量做到是沒有殘膠殘存 讓這些牙根能夠自己慢慢的形成 所以這是一個術前跟術後比較 當我們在治療的時候 這些小舊尺已經慢慢長出來 而未來我們就期望 這個第二大舊尺也能夠慢慢長出來 所以透過MTA這個材料 去做根間的成型素 然後再用磁塊 去提供一個穩定的咬合支撐 對於年輕的橫雅應該是 也有相當大的一個 對於年輕的地區